九龙几页发表一个营锦的报告 这是因为去年的下半年的产品的价格大幅的下降 这还有需求对它的需求也有一个下降情况之下 加上就是原材料还是比较高的位置 它的盈利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减旺今年的情况我相信还是比较差一些 原材料虽然已经下降不小 但是对产品的需求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今年的业绩还是会受到环球的进制的拓累 还有就是它的负债比率也应该是比较高 所以短期来说我相信九龙几页的股价 还有一些下调的空间 限水平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水平去买进